俄罗斯当局说解放乌克兰东部行动接近完成 又计划在俄罗斯西部军区设立新基地 而应对北约扩张 至于加拿大将俄罗斯多个寡头和家属跌入制裁名单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就呼吁各方劝和速谈 6架载着乌克兰亚速钢铁厂首军的巴士 驶离南部马里乌波尔之后 星期四抵达东部顿涅茨克附近俄军控制的奥列尼夫卡镇 俄方说至今钢铁厂已经有近2000个乌军投降 乌克兰总参谋部星期五说 俄军加强进攻东部顿巴斯地区 利用火炮、火箭发射器、飞机等 向当地民用设施进行大规模破坏 总统扎连斯基形容顿巴斯已经彻底被毁 俄罗斯防长绍伊古说 俄军继续扩大在顿巴斯地区的控制范围 解放乌克兰东部行动接近完成 又宣布为了应对北约扩张 俄罗斯将会在西部军区建立12个部队 另外加拿大当局宣布 将俄罗斯多个人士列入制裁名单 包括14个寡头和他们的家属 以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的伙伴 家方又禁止和俄方有关酒精饮品 海产和非工业用钻石的贸易 而美国参议院星期四通过对乌克兰再提供400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是美国至今规模最大的对乌援助方案 另外总统拜登第十度动用总统活款权资金 向乌克兰运送总值1亿美元的军备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主持金砖国家外长视像会晤的时候说 输送武器换不来乌克兰的和平 制裁施压解不开欧洲的安全困境 中方反对将国际经济金融合作武器化 反对协逼别国选边站队 呼吁各方劝和速谈 无线电视记者梁永山报道 中联办亦都祝贺李家超 获任命为第六任行政长官 发言人说李家超高票当选之后 连任物落紧固 同国界别和市民代表等密切联系 丰富和完成施政纲领 在发展经济民生重大规划等问题 与现届特区管制团队保持沟通 积极对接 相信李家超会带领新一届政府 展现施政新贸 实现良好开局 中联办将会全力支持李家超 与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全面准确棍设一国两制 河南郑州大学一个女学生 早前擅自离开宿舍之后掩疫 之后被警方立案调查 目前已经被校方开除学籍 郑州大学校方公告说 南校区一个女学生 今个月5日发烧求诊 之后确诊 内地传媒报道 五一假期期间 校方禁止学生私自外出 大广名女学生今个月1日 擅自外出和男朋友见面 并要求室友代替她做核酸检测 事件导致整个校区 一共5000个私生要隔离 1000人要转到招作市隔离 女学生涉嫌触犯防害传染病防治罪 被立案调查 同时亦都被校方开除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 下星期访问中国 行情包括新疆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 巴切莱特逝应中国政府邀请 下星期一开始访华6日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说 巴切莱特将会到访广州 新疆核实和乌鲁木齐 会见中国国家和地方官员 还将会与民间社会组织 企业代表和学术界人士见面 并在广州大学发表演讲 访问结束当时 巴切莱特将会发表声明 因应疫情他不会访问北京 巴切莱特多年来争取去到新疆 了解有关新疆被指侵犯人权的报道 中方否认指控表明欢迎他访华 但不是进行有罪推定式的所谓调查 对上一次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访华 是在2005年 商务部对加拿大禁止华为和中兴通讯 参与当地的5G网络建设 表示强烈反对 发言人说加拿大政府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 执意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 对中国企业实施禁令是错误的决定 发出错误讯号 家方此举违反市场经济原则和自由贸易规则 损害中加有关企业的商业利益 危及两国企业开展互利合作的信心 将会对中加经贸关系造成不利影响 顿促家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加合作 立即停止创吴红维 强调中方将会评估加拿大政府的措施 对中国企业的影响 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的权利 印度说中国在有主权争议的班公部 兴建第二条桥就此提出反对 印度外交部发表声明 声称有关地区 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 被中国非法占领 印方从来不接受领土被非法侵占 也不接受中国提出的不合理主张 或者这一类建造活动 由华印度政府自2014年开始 加强边境的基建发展 包括兴建道路和桥梁 保障国家安全利益 中方暂时未有回应 中印两国的部队前年曾经在班公部 所在的拉达克地区爆发冲突 造成四个解放军和二十个印度士兵死亡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表示 禁止中国电讯设备商华为和中兴通讯 参与当地5G网络建设是要确保加拿大人安全 华为加拿大公司反驳说是政治决定 商务部就敦促家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家合作 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的权利 加拿大政府禁止中国电讯设备商华为和中兴通讯 参与当地5G网络建设后第二天 总理杜鲁多表示支持有关决定 华为加拿大公司就发表声明 表示对当局的决定感到失望 认为明显是一个政治决定 和技术网络安全等无关 在北京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加拿大此举完全违背市场经济原则 和自由贸易规则 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权益 商务部也强烈反对加拿大的决定 说加拿大在没有确作证据的情况下 执意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理由 对中国企业实施禁令是错误的决定 发出错误信号 危及两国企业开展互利合作的信心 将会对中加经贸关系造成不利影响 敦促加拿大客观理性看待中加合作 立即停止错误的行为 强调中方将会评估加拿大政府的措施 对中国企业的影响 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的权利 无线电视记者陈淑义报道 内地新增1132宗新冠病毒本土港元 其中上海多84宗确诊和七百八十四宗无症状感染 再多一宗死亡病例 是一个89岁的女人直接死因系基础疾病 上海市政府宣布将会分两个阶段 逐步恢复地面公共交通系统 至于地铁方面 明天会有四条地铁线恢复运作 20分钟一班车 所有车站和列车已经消毒 而北京新增58宗确诊和12宗无症状感染 全市继续禁堂食 其中丰台区全面提升管控 严格执行非必要不出小区 实行居家办公 日本当局说中方加强在东海开发自然资源 已经循外交渠道提出抗议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明 对中方在东海地区开发一时 他感到失望 又说是不可接受 外务省日前发声明 说中方加强在相关地区开发资源 内地环球时报就说 日方再次炒作相关的议题 又引述外交部早前的说法 强调在涉海问题方面 中方是坚定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愿意和相关国家通过谈判协商 妥善处理分歧 并促请日方停止挑动大国对抗 多做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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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